一阳千玺13岁参加TFBOYS 被黑粉送截着娃娃 既恐吓性威胁 被全网嘲笑长得丑 甚至用恶毒语言逼迫退出组合 刚加入组合的一阳千玺 在三人的合体签收会上 粉丝们不断涌向王俊凯王源身边 旁边的一阳千玺几乎被所有人无视 机场汹涌的人潮中 工作人员都聚在另两位队员的身边 一阳千玺为了跟上团队 一个人穿过人群 默默在队友后面跟着 节目上因为站得靠前了一点 就被工作人员往后推 甚至直接将一阳千玺拉到旁边 那时只要万众瞩目的聚焦下 一阳千玺几乎享受不到 要说TFBOYS是一阳千玺的起点 那这就是街舞 就是她的转折点 作为队长的她 为了对得起这个称呼 在无数的夜里 她都用汗水洗礼自己 她有一句话经常放在嘴边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 有的只是百炼成钢 2019年 一阳千玺主演的网剧 长安十二时辰开播 刚刚宣传时 就被大家群嘲 用流量明星推播助澜的烂片 但实际上 一阳千玺对待表演的较劲 连导演都吓到说不出话 在拍摄一段跳水的戏份时 一阳千玺因为身体不适 发烧快到40度 为了不影响拍摄的进度 她直接瞒着不说 直到那场戏拍完 一阳千玺终于忍不住 蹲在地上 靠着暖气瑟瑟发抖 这一次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因为年龄小 被学员讽刺不服气 很厉害 但是没有太打动到我的点 所以我想说 什么叫打到你 她被学员当众看不起 却凭借稳重执着的态度 获得流量的重捧 剔短发 抽烟 打架 化上妆后 一阳千玺的眼神都变得凌厉 因为冷静出奇的沉稳 一阳千玺凭借少年的你 小北一绝 年纪轻轻就拿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发布会上编剧对她说 你是一个演员 不是一个偶像 这一刻她微笑着泪洒当场 显然 一阳千玺在虎妈望子成龙的期盼下 早早就成为一个明日之子 两岁时就跟爸妈来到北京学艺 五岁开始就进入高度紧张的生活 为了培养儿子 妈妈更是早有明确的目标 别人还在被窝中需求母爱的年龄 一阳千玺就被安排各种兴趣班 2007年 一阳千玺被央视少儿节目邀请担任小老师 那个时候一阳千玺就深知 成功背后定是来之不易 说到一阳千玺第一次上春晚 很多人会想到是以TF组合成员的身份 但其实九岁时 一阳千玺就以飞旋少年组合成员的身份 第一次登上春晚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阳千玺的生活节奏变得非常快 别人的童年是享受不完的溺爱 她却要早早的起床 坐两个小时的车去学校上课 当别的孩子还在嬉笑打闹中享受生活时 她就已经学会了在质疑生中独自成长了 待开一阳千玺无味杂陈的成长时 所有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东西 热血 才华 拼了命的努力 你都能在她的身上找到 带着一腔热血的演员梦 一阳千玺加入TFBOYS正式出道 但面临的并不是一帆风顺 那段时间 一阳千玺被黑粉送截着娃娃 用恶毒语言逼迫退出组合 几乎所有人都在告诉她 你要少说话 2020年 一阳千玺和黄晓明在金鸡奖典礼上 被群朝颜值还没40岁的黄晓明好看 她的脸是娱乐圈审美最大的宽容 在此之前 一阳千玺就因吃泡面的视频流出 被网友说到长相素人化 走在一起还没旁边的助理有辨识度 其实从出道以来 几乎瞅这个字眼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说到她 没有队长王俊凯的控场能力 也没有王源的性格讨喜 一阳千玺将这些声音 全部化作汗水挥洒出去 综艺上带领团队夺得全年总冠军 19年作为亚太青年代表 在联合国青年论坛发言 高考拿下中央戏剧学院影视表演 文化和专业的双科第一 首部的电影不仅让她名声大噪 成为娱乐圈中明星认为最满意的女婿投选 票房更是直接突破15亿 原本顶着流量标签的她 用自己的演技和能力证明自己 拿下宝格丽等香水的顶级品牌代言 成为去年福布斯名人榜收入最高的男演员 马云更是花费8000万天价代言费 豪杂一阳千玺给天猫代言 承包各大地铁站电影院为一阳千玺宣传 将15个顶级APP全部开屏 为了自己的销售量拼尽全力 这一次一阳千玺彻底的翻身了 而这些背后显然离不开助理胖虎的帮助 胖虎曾经说过 仅凭脚步升 在30米内就能准确分辨出 那个是千玺 一阳千玺对待胖虎更是如亲人一般 她带着胖虎参加综艺节目 参与电影的拍摄 还因为试验打手 光明正大的将一阳千玺暴打一顿 基本上只要能嘲笑对方的事 两人都不会放过 难怪两人会被称为明星胖虎和她的易助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